天人合一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 对于它的深刻解读 是我们研究文化实质的重要举措 那么它反映了什么样的思想本质 又有哪些特征 请先生开讲 我们下面天 天人合一与人文关怀 我如果把前面的词 这部分讲清楚 大家就应该听明白 当中国讲祖先神 讲自然神的时候 它必然讲的是天人合一 也就是天和人是一回事 是一个系统 因为祖先就是人 祖先就是神 而自然神和祖先神是一回事 既然我们的祖先就是神 就是自然的造物 那么我们当然跟自然界是不能分离的 天人合一就有此而来 大家千万不要认为 天人合一是一个非常高明的思绪 它是非常低明的思绪 我们先看它的表述 《易经序卦传》中有一段话最典型地表达了天人合一的连续性 大家看它原文 叫有天地 然后有万物 有万物 然后有男女 有男女 然后有夫妇 有夫妇 然后有父子 有父子 然后有君臣 有君臣 然后有上下 有上下 然后礼仪 有所措 这里的措是执措 措置 或者说摆放的意思 他讲有天地才有人 有人才有夫妻 有夫妻才有父子 有父子才有君臣 大家想 然后才有了礼仪文化 这完全是天人合一一脉演化 表达得非常精确 请大家想想 我讲中国全身学文化 就是自然社会 或者动物社会的延续 这段话表述的何其之好 但是我再说一遍 你千万不要认为 它是高明 你站在高明的角度 你会认为它非常低级 到汉代 董忠书讲天人合一怎么讲 你读一下董忠书的书 他说天上出现一个什么灾象 不吉之相 欲试着君王治理天下 出现了错误 这叫天人感应 你今天听了 一定觉得很荒唐 也就是中国古代的 天人合一说的解释 经常流于荒唐 可当年人们真诚地相信 皇帝为此要下罪己诏 但是他又表达了一种低名 也就是你站在今天 回过头来看 天人合一成立 成立在哪里 听我明天的课 我在前面讲课的时候 我说黑格尔讲过一个话 他说 自我意识是人类文明的开端 而我当时也讲了 我说所谓自我意识 就是把人和自然完全抛判开来 所以大家注意 西方文明一开始 它就是征服自然 追求真理 这样一个思路 这确实是西方文明的开端 但中国不是 中国一开始 自然界跟人并不完全抛判开来 他们是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按照黑格尔的说法 东方文明状态不佳 或者东方文明处在朦胧状态 大家知道东方文明 为什么天人合一 是因为人类在采烈生存时代 和农牧野文明初期 人类完全靠天吃饭 打猎 采集植物 种庄稼 你是不是得靠天 古代没有发达的灌溉系统 如果老天爷不下雨 农业文明没法发展 所以凡是农业文明 它必是靠天吃饭 它如果靠天吃饭 它就不能说它统治自然 战胜自然 它只能寻求对自然的适应 甚至保持对自然的祈求 这就是中国自古 其与静天的原因 你到北京看一下天堂 它就是这个东西的来源 所以中国的自我意识不明 天人合一理念 其实才是农业文明的典型思想形态 请注意我们今天全盘细化了 我们很容易用西方人的思路 批判中国文化 可你落实在中国原始农业文明的 这个基点上 你才能理解它当年的合理性 我再举例子 血缘宗法 中国社会自古讲血缘 中国社会自古是宗法社会 所谓宗法社会 就是血缘等级社会 这叫君君臣臣服服自自 这个文化我前面讲课一再讲 它是人类从原始始祖时代 采烈生存方式 过渡到农业文明的时候的社会构型 这个社会构型最有力的 调动了集体化劳作 在每一亩地上不发生纠纷 血缘天然和谐 然后大家精更细作求得温饱的生存结构 因此 它的血缘宗法社会结构 君君臣臣服服自自的结构 是农业文明得以生存的基石 它既然是这样一个文明生存体系 它当然不会去仰望星空 它当然不会去不断地追问 跟我们眼见为实的东西不相关的其他问题 于是它就没有了西方早年古希腊的 那一脉追问自然的思绪 它的追问自然只满足于天地平衡 人伦稳定 因此西方唠这个词 自然规律 以及法律理性 拿存理性来规范人类的社会行为原则 社会行为体系 这一脉思路也当然就不会产生 因为宗法结构 爷爷管父亲 父亲管儿子 用不着唠 用不着法律 天然有序 而且是血清温情下的有序 他当然把一切理性的 法律原则 全部湮灭掉 大家在想 尊卑有序 既然爷爷天然高于父亲 父亲天然高于儿子 那么尊卑有序 在一个血缘宗法结构中 不用人类设计 它就是有序的 既然有了这个尊卑有序 所有人都尊奉这个尊卑有序 然后把家族血缘关系 扩大到社会的整个结构上去 君王就是父王 那么 每一个人都严守自己的社会地位 就像儿子绝不敢超越父亲 让爸爸叫他爸爸一样 那么社会当然稳定 它是人类最早年的稳定状态 而且它确实是最稳定的结构 我一说稳定 有人就会质疑 我曾经见到一个说法 他说西方民主社会才稳定 比如英国 1688年光荣革命 建立君主立宪制度 迄今已经过去了几百年 制度不变 比如美国两百多年前宪法 到现在没有变过宪法 顶多只有宪法修正案 非常稳定 有人做过一个统计 他说 人治的决策失误率 至少是千分之三 那么民主社会 不断地选举改变领袖 纠错机制很强 因此从理论计算上 民主制度可以延续上千年 由于专制制度 人治制度 无法纠错 于是按千分之三计算 它的任何一个政治结构和朝代 超不过两三百年 你表面上听 它说得非常有道理 可大家要注意 这个说法是个表象 实际情况是 中国农业社会稳定几千年而不变 叫超稳定超震荡结构 超稳定超震荡结构 这个说法不好 不足以表达问题 我换一个说法 叫表震荡离稳定 我们讲表里 就中国社会表面上是正当的 骨子力是极为稳定的 它几千年王朝更迭 但是它的社会政治结构 从来不变化 任何人打掉原来的政权系统 他自己又当皇帝了 原来的社会结构 不发生任何变更 所以它是表震荡离稳定 请注意大家看西方 它是四稳定超发展 我们或者把它叫做 表稳定理积变 就是你看它表面上是稳定的 但它骨子里是激烈变化的 请大家想想 美国独立战争时候的 美国是个什么样子 今天美国的技术发展 是个什么样子 这种技术发展 在它的那个结构里 结构 政治结构表面上不动 骨子里 它是快速变化的 因为它保持了一个自由结构 它在内下里是维护 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的 结果它的创新能力极强 它快速地先动着人类的智力发展 最终一定突破原有的结构 导致人类社会发生巨大变形 当那个巨大变形来临的时候 它的震撼力 它的先翻性 也就是天翻地覆的程度 我们明天再讲 所以请大家记住 我再说一遍 中国社会是表震荡而离稳定 西方社会是表稳定而离积变 这才是各自的表力关系 中国社会究竟是稳定还是震荡 西方社会相比中国又是如何 先生在这一节中 对天人合一进行了挖掘和剖析 从文明发展的内力 给我们进行的解读 接下来请先生继续解读 好 我再讨论一个问题 叫人文关怀 我见到很多学者 讲中国古代文化 说中国古代就是人文主义精神 由此证明中国社会 比西方社会先进得多 什么意思呢 大家知道 西方社会在中世纪公元以后 是神文主义精神 神是最高 人只不过是神的奴仆和神的造物 神学压抑了整个人性 这叫黑暗中世纪 所谓文艺复兴 是找回古希腊的人文主义精神 和理性主义精神 请大家记住这两个词 所以有中国学者 讲中国自古就是人文主义 孔子从来不讲神 我为什么说他讲错了 因为中国古代的所谓人文主义精神 你看看他的内涵 你精深分析 他其实是人伦社会关怀 我一提这个词 大家就应该想起我前面的讲课 中国社会是农业文明 农业文明每亩地上的产出 极高 农业文明一旦展开 人口立即暴涨 人口暴涨造成 人际关系和资源关系紧张 于是所有人来不及分出智力 关注自然仰望星空 只好把所有的精力都关注人伦社会关系 这叫中国的人文关怀 所以请大家记住 中国古代的人文关怀 它的对应词不是西方的神性至上 而是古希腊的自然关注 我讲过 由于古希腊 办农业 办工商业文明 工商业文明跨局域获得资源 不像农业文明献局域获得资源 因此它的生存条件相对宽松 再加上它们的商业创新制作 需要解放思想 于是它们出现了 对自然学和人类智慧的探讨 这一脉思路 这就是侠义哲学 这一脉思路 才是跟中国古代思路 可以对照的思路 因为中国从来没有够 神学主义的东西 从来没有神性高于人性的 这一脉思路 因此中国的人文关怀 从来跟神学无关 而西方近代人文主义精神 是打破神性的约束 这个东西跟中国古代的人文关怀 完全不在一个平台上 如果我们硬要把一个近似的平台比较 那就是古希腊狭义哲学的自然关注 所以把中国的人文关怀 必须对应古希腊的自然关注 才能最恰当的讨论 它跟西方近代的人文主义精神 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 不在一个可以对比讨论的平面上 这也是大家要特别注意的 你只有理解这一点 你才能理解这两脉文化和思路的导向 及其最终结果的差异 这就是人文关注 最终引出中国的记忆文化 而自然关注最终引出西方的哲科思维 和近代的科学思潮 这都是要特别在区分的 我们下面谈一个问题叫 文化功能维护其载体之生存 我在前面讲课我一再讲 人类的一切文化 都只是为了维护其载体的生存 我觉得这样讲其实都不透彻 我还说过一个更透彻的话 我说人类的一切生存都叫文化生存 文化绝不是一个花里胡哨的东西 它是人这种智性动物的生存状态 我举一个例子 人类早年都有死亡追问 所以人类早年的文化 都经常跟丧葬这个主题不能脱离 古埃及金字塔木乃伊 都是处理尸体和丧葬的问题 孔子学说一个重大成分叫 慎中追远 也就是丧葬文化 但是大家看一下 丧葬文化的实质是什么 它一方面表达着人类理性 开始追问死亡和生命的本质 但它另一方面表达着 一种生存维护效应 比如我们中国人 中原文明人 将落土为安 人死了埋在土里 才是对死者的最大的尊重 可是大家看 世界上其他地方 比如西藏 比如尼泊尔北部 他们那个地方都是天藏 人死了 人死了反而要喂鸟 喂鹰 而且大家注意 那个天藏的方式 是我们汉人根本无法接受的 他要把尸骨抛碎 然后喂鹰 极为残忍 让我们看不下去 可为什么我们是落土为安 为什么他们是天藏 是因为人类 它死亡 尸体是不能随便抛撒的 因为农业文明以前 那个时候人类跟动物一样 数量极少 尸体摆在那儿喂其他动物 可是人类农业文明以后 人口暴涨 而且农田的拓展 把森林赶在远处 在人类的聚居区 是没有动物的 而且尸体量非常之大 这个时候你把尸体随便抛撒 就会带来大规模的传染病 尸体腐败 会造成细菌寄生体 于是中原人有厚厚的黄土 他就可以把它埋在土里 消解这种对活人的危害 大家再想想 西藏这些地方为什么天藏 因为那个地方是帕米尔高原 是青藏高原 第一 土层极宝 甚至没有土层 第二 即便有土层也是冻土 常年的冻土 根本无法挖掘 尸体根本没有办法埋在土下 而尸体暴露 对活人是一种危害 他怎么把这个尸体化解掉 只有一个办法 尽快地让鹰类 把这些尸体吞食 为了能让这个尸体 在没有腐化以前 就被鹰类吞食 所以他们要把尸体 剁碎为鹰 看起来很残忍 其实非常人厚 他在干什么 维护生者的生存环境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清楚 任何一个文化现象 任何一个文明举措 归根结底是维护当时的人类生存的 或者说是跟当时人类生存的总体系匹配的 好 我们再谈一个问题 中国古书《礼记》里记录一种庙制这个东西 我前面讲过 庙和寺和冠 你一定要分清 佛教叫寺 道教叫冠 中国所谓的庙 就是祭祀天地和祖先的那个东西才叫庙 那么中国《礼记》书中记载 中国的庙是有制度的 叫庙制 他讲天子七庙 诸侯五庙 代府三庙 民四余寝 这个话什么意思 他说天子 周天子 也就是最高领袖 王朝可以有七个庙 他中间这一个庙 是祭祀上帝的 也就是祭祀天的 两边两个庙 是祭祀圆祖的 再两边两个庙 是祭祀晋祖的 最边上两个庙 是祭祀直系亲属的 比如父母 这叫七庙 那么到了诸侯 是五庙 也就是各诸侯国君 他有五个庙 中间那个庙祭祀圆祖 也就是他已经没有祭祀天的资格了 然后两边两个庙 祭祀晋祖 再两边两个庙 祭祀自己的直系亲属 而到代府 也就是祭祀下面在第一集 他只有三庙 祭祀晋祖 祭祀直系 而到老百姓 他的已经没有庙了 他的卧室叫秦室 就是他的庙 他的牌庙的牌位 都摆在自己的卧室里 摆在自己的家里 没有独立的庙 只祭祀直系亲属 他表明什么 表明中国社会在每一个细微的制度上 连祭祀自己的祖先这样的东西 都尊备有序严格规定 不得有任何简约 他在干什么 他在固化阶层 也就是在观念和文化的点点滴滴上 都要让每一个人 安于自己的社会地位 而没有任何非分的想法 为什么 我在前面一再讲 人类原始社会 人类一旦文明 人跟动物不同 动物它的社会 是由每一个个体体质层面的 分化构成社会 比如我讲母赤母社会 蜜蜂社会 但人类的体质状态是天然平等的 每个人的体力和智力差别是极小的 它构不成社会 因为社会必须是个体残化才能结构 人类早年分工和智力残化程度很低 于是每一个人的智能和体能接近 使文明社会一旦建构 每一个人都会朝上流社会奔腾 社会秩序天然倾向于紊乱 于是只好用观念 而且用天然已经具备的血缘层级 把人类分级分等级 这样分下来 人不安于它 于是就要在文化观念上再加以固化 让你绝没有非分之想 它要想把你压抑在自己的固化阶层上 它就要在文化的点点滴滴上给你灌树 你不能越位而动 一旦越位 中国古代有一个专门的词叫建越 这是非常大的罪过 于是它在每一个点上都要 把你固化成一个天命认命的文化之中 所以中国自古是天命文化 每一个人也是任命的 倒霉了说自己命不好 大家看孔子直接表述 他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他又讲 孔子讲的原话在姚月里 他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 他在干什么 强化你的天命观 强化你的任命思维 他在干什么 维护社会稳定 所以大家记住 任何一个文化 它当年都是维护载体生存的 在这一节中 先生从人文关怀这一感性的点出发 为我们解读了文化的作用 任何文化都是为了维护载体生存的 接下来 请先生继续就文化来展开 好 我们再谈一个问题 我把它叫低端电机态飘移 这个话有点复杂 我解释一下 按照地弱带长原理 我总再说一句话 越原始越低级的东西 越具有电机性 决定性和稳定性 但是大家注意 这个低级的电定性的东西 它是飘移的 这个飘移是非常可怕的 比如人类远古时代 是两性结构社会 它从动物的血亲社会 演化为人类的始祖社会 由人类的始祖社会 演化出中国后来农业文明的 血缘社会和血缘社会文化 但是大家要看一下 性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 从生物史上讲 38亿年前没有雄性 叫孤子繁殖 雄性大约只发生在 五一七千万年前的 古地纸禅武纪时代 那么为什么雄性会发生 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它纯粹是因为 生存形式越来越恶化 我一旦说这句话 大家就会回想 我前面讲课总是讲 人类文明进程是一个恶化进程 请注意 在人类文明进程之前的 自然进程 也是一个恶化进程 要知道早年单细胞生物的时候 大多数单细胞生物是自然相生 也就是太阳光一照 它通过光合作用就获得能量来源 因此它们是不需要竞争的 所有的单细胞生物 平铺在海洋表面 太阳光一照 比如蓝绿灶 它就获得能源 它们没有竞争关系 用不着竞争 随着生物进化 生物发展出多细胞生物体 于是生物出现 种间竞争和种类竞争 一旦生存形式恶化 请大家记住 竞争化是一个恶化格局 是一个生存紧张化格局 一旦竞争开始 这个时候哪一个生物 突变出一个 更具有爆发力的性别 它会占据优势 雄性因此而来 那么当年在生物界 和在人类文明早期 由于雄性具有爆发力 于是肌肉也比较强 那么因此早年 在生物社会和人类文明社会早期 都是雄主外 雌主内 雄性动物在外面 抢掠食物 雌性动物在家里养育孩子 人类早年也是男主外 女主内 请大家听明白我在讲什么 人类古代社会 男主外 女主内是天然合理的 可为什么今天女性 不承认这一套了 要讲性解放了 要讲女权主义了 是因为人类社会的竞争更恶化了 更激烈了 以至于连女性都得进入社会竞争场 于是女权主义兴起 它标志着什么 标志着人类和女性的不幸 是不是这样呢 生孩子还得你 男人总不能替你怀娃 可你既得负责人口的生产 又得负责物质的生产 你受到了两重的压迫 承担两重社会义务 然后你很高兴 你很得意 我在书中把它叫 《强害心快感》 而我声明 我绝不反对女权主义 因为这个态势是自然给定的 就是生存形式一定是逐步恶化的 因此我们可以想象 今天在家里的女性算是有幸者 迟早有一天你在家里是待不住的 那么我在讲什么 低端电机态飘移 朝哪个方向飘移 朝不良方向飘移 大家要注意这种飘移是不断发生的 比如感知飘移 所有动物早年直接拿感性解决问题 到我们人类不行了 我们从眼见为时进入眼见为虚了 我们感性不够 出知性出理性才能解决生存知识问题 所以我说西方哲科思维 我一再讲智能的过度调动是有害的这句话 就是这个含义 所以我并不是过度表彰 我不谈好与坏 只谈所以然 我再举例子 观念飘移 我们人类早年是天元地方说 我们看大地是一个平板 天空是一个穷龙 这跟动物看世界的方式是一模一样的 可我们这样做不行 维持不了我们的生存 于是地心说出现 地心说是要拿数学计算的 否则地心说是没有办法制造农业文明的 到此又不行 于是日心说出现 它完全超出了我们眼睛的 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太阳分明从东边升起 从西边落下 它分明绕着地球转 而我们偏偏要把它解释为 是地球绕着太阳转 为什么工业文明接受不了地心说 地心说启动不了工业文明 到此还不够 我们又发生宇宙观的变形 尤顿的绝对时空说 接着还不行 我们进入相对论 时空相对说 或时空弯曲说 也就是我们会发现 我们的观念也是飘移的 朝着越来越虚幻 越来越说不清的 那个方向飘移 今天已经到平行宇宙了 已经到我们这个宇宙以外 是什么样子 为什么要追究那个 不追究那个东西 就说不清 我们这个宇宙是什么 我们越来越飘忽了 我们越来越找不见自己了 我们甚至越来越 说不清宇宙是什么了 因为平行宇宙说 你永远无法证实 广义逻辑永远不能通洽 这叫观念飘移 大家再看 法统飘移 人类早年全都是以德制国 我讲过 人类处在直立人 乃至智人阶段 几百万年是以德制国 可今天我们的法统 进入以法制国 而且我们的法 是不断严密化的 我们的法 是不断的细致化的 以至于我们走在街上 走哪条路都被规定 叫人行横道 这叫法统飘移 然后权力飘移 人类早年权力在血缘之中 然后权力在军 在军王那 今天主权在民 权力又飘移了 而且财富飘移 大家想想 所有动物的财富在哪 所有动物的财富是均等的 人类早年因此财富 也是相对均等的 而今天财富越来越转移 到少数人手里 一切都在飘变 它的总称是 生存结构或生存形式飘变 它将飘向何方 听明天的课 越原始越低级的东西 就越具有奠基性 决定性和稳定性 在这一节中 先生引入了一个新名词 低端奠基态飘移 从而对人类文明及文化 进行的总结和贵纳 而这也是理解人类文化 脉络本源的深层逻辑 下节课 请先生继续解读